嘿呀!我是Fina 今天想帶你們快散巴黎一整天 讓你們看看在巴黎逛一整天會花多少錢 我三天都在外面吃有趣餐廳有趣麵包包 因為今天我要去見一些老朋友 也會帶你們去體驗一些沒有不知道的亞洲文化店 譬如說 巴黎竟然有KTV 長怎樣?吃飯嗎? 跟台灣KTV說不一樣 我之前在英國有看到中國人開的KTV 但我沒進去 因為那時候課研太重 我沒去過台灣以外KTV 今天就一起去體驗 好了 這是我上的第一支YouTube影片 就獻給旺漫製作 阿咪 現在早上7點 現在要去吃法式早餐 我在附近找了一間法國連鎖的廉價超市 我要快速買 快速吃快點化妝 才能等下出門見到我 我買了法國必吃的Kwassou 和私心很愛的巧克力法國餅 早餐的Kwassou是兩國 今天的花費不會包括我在法國的住宿 二 我在巴黎的住宿有個小差距 我們住在一間兩間多的Airbnb 後來我就連夜 趕快收拾所有行李 然後趕快打烏格 去一間一萬多的飯店 巴黎的住宿真的不是普通的歸 我之後會再做一部影片跟大家分享 歐洲這裡的超市都有一個特色 所以他們會有一個麵包房 可以講信號的麵包 很像去台灣的獨立麵包房 歐洲這裡也有獨立的麵包房 通常集中在市區 但小鎮上也會有一兩千 會讓人們方便購買麵包 所以超市也會有麵包房 歐洲人真的吃非常多麵包 尤其法國 像常櫃麵包 你們應該都聽說過 就是他們幾乎餐餐都會有Bugget 他們都會在上面加一些Tunan 鮪魚 或是加一些鮪魚 真的蠻好吃的啦 不怪他們 不猜 他們吃Bugget的程度就很像是台灣人 拿來吃火鍋 肉汁 我們的食物選擇真的非常多樣化 真的吃火鍋 還有雞排豬排 燈奶大片的吐司 菜包肉包飯 炭炭麵炒飯 還是炸雞? 可以 Kun 嗎? 超多 之後再做一期影片講解 歐洲超市 我從早上呢要趕快化妝 全部找朋友 裝化好了 哈 我出來了 有本想說要做Uber 我想體驗歐洲市區獨有的共享電動腳踏車 我找到了 這裡有一小段驚首的故事 我原本在研究這個電動腳踏車要怎麼行動 沒注意到腳踏車晴風 有一位男子盯著我放腳踏車藍的大袋子 我們距離只有兩步而已 當下我抬頭注意到他警目我這麼近的時候 直接嚇著聲冷汗 我想說我是居然被強勤了 我肯定打過他 要趕快跑 他當時影響的眼睛在掃射中的人 然後在一直亂的灰地 或者大袋子 好像隨時在準備開牆 已經可以拿一個平價的大子彈 他在法國尤其巴黎 偷切真的相當普遍 搶劫也是會出現 之後再做一起演員告訴大家 在澳洲怎麼樣把偷切 覺得這我當時迅速反應 我就迅速搞懂 那個丟腳踏車怎麼樣驚動 我又本來又在這裡研究 就立刻把那個丟腳踢起來 那後面的輪胎有一桿 要把它拉出來 趕快把它踢起來 然後大家趕快騎走 超恐怖 那時候注意到他看我的時候 我就趕快 右手抓住紙袋 然後左手趕快抓住腳踏車 然後我趕快騎走 就是隨時能不能跌倒 之後再特別做一期影片 跟大家分享歐洲的電動腳踏車 或是電動 你們看 我看到巴黎鐵塔了 怎麼辦我可以犯內 被人看到教科書上的巴黎鐵塔 怎麼這麼感動 真的是讀萬卷書 入行萬禮物 要讀書也要事件語言 才會親身感受到教科書上的歷史 從身到巴黎鐵塔 這是巴黎鐵塔入口出 很多人賣鐵塔紀念品 這裡有很多詐騙萬卷的手法 會在訪歐洲妥協的影片裡面細節 聽說巴黎鐵塔最美的樣子是在晚上 晚上再來看夜晚的鐵塔 這也是免贈於巴黎鐵塔合照公園 總算看到住巴黎的朋友了 哈囉 哈囉 哈哈哈 很可惜的是這次我沒有提前 在網上買它 巴黎鐵塔門票 大家一樣前一個月就線上買好票 當天是買不到物票的 所以估計這次拍現場 大概常常也拍不到 上去鐵塔看風景 畢竟我玩你好遠 跟你們說一個名 其實巴黎鐵塔有兩個入口處 那我忽然都排在右邊 就是可能要排兩三個小時 就是有很多白攤的地方 但另一個入口處 也就是往而免費東院的入口處 幾乎沒什麼排隊 基本上十五兩三十五分鐘 就可以排到超快 我當天發現超多人一直排在右邊 都排的隊伍超長 我都不知道左邊的入口處 超驚訝 沒事這次我沒有買到票 有一漢才有下次 但是我在提前買好巴黎鐵塔 跟羅浮宮的票 對 羅浮宮也沒有買 我這次就是講究一個快山巴黎的見朋友 所以我沒有特別色鬧中心 請自己說我要買好這兩個經典的門票 我可以進去 每次在外面乾淨眼欣賞 我也覺得很幸運 我自己來 耶 準備去吃個午餐囉 我們準備走去搭地鐵 地鐵票大概8歐 如果你們兩次會來巴黎 一定 一定 一定要搭巴黎的地鐵 因為你會聞到一股很舒適的味道 是在廁所會聞到的阿蒙尼亞味 通常地鐵的味道都會戳破很多人 對於巴黎浪漫之多的幻想泡泡 但我覺得還好 本來每個地方都沒有做不足 如果來搭地鐵 記得一定要搭觀光路線 快結束起來 這樣才可以搭地鐵 看到巴黎鐵塔的市景很美 到這裡來搭檔 我下次再搭檔 你幫我搭 附著我的禮憾 我們到這間完美店了 聽說這裡每個麵很有名的 就是這個 麵麵 超有名 也超大 哇 好 好 真的比我臉還大 麵頭的確實在 超有分寶 而且還好 好 它醬超有夠香 分量超大 我剛好朋友兩個人分這次 是亞洲人開的店 他們把菜單設計的小杂志 超可愛 超精緻的 好想帶回家收藏 整間店很有風格 大概會有中國風源說 有好多的燈籠 又有夜店的燈籠燈 的招門設計 超酷的 這間店老闆 或者是設計這間店的 人真的很美感 超喜歡這家店 好想帶回來吃 我下次回來一定要再吃 大推來歐洲人 突然很想念亞洲食物的 一定要來吃 記得提前約 吃完喝足後 朋友想吃點點點 我們就走去冰淇淋 超多人排隊的 小小一點點雞排 這間超韓風 很小小精緻又明亮 他們有名的是它那個 炸 餅 炸 餅 炸 餅 吃完冰淇淋要放後 互動一下 我們走進一間 外面是巴黎 裡面是KTV的店 走走走 快點就體驗一下巴黎的KTV吧 趕快看看 這就是在巴黎的KTV You're gonna do the same 這間KTV 我們也要付五歐 五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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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兩小時還是三小時 價格還行還不錯 唱完歌之後 跟好久不見的叔叔同學告白之後 我們倆去了兩個巴黎 必去的景點 發現大家如果你只有一天 可以逛巴黎的話 就只有推薦這三個景點 巴黎天堂 我復工 開學門 然後如果還有一點時間 就去遊船 如果沒有的話 就這三個景點 就這樣 懶人形成景點 啥子有點多 我看到幾個景點 是羅浮宮 我從小就夢想看一眼的國際博物館 但有看過法國知名的Netflix影集 Lupin 好好看 喜歡看犯罪動作片的人 然後正大腿 裡面就有拍到在凱旋門打動的景點 可是因為我沒有買票 至少要在外面跟玻璃金字塔拍照吧 那如果是想知道羅浮宮 大概多少錢 大概是15-17歐 15歐是在現場拍裡面 但是非常推薦現場拍 因為大拍場 你要等很久 可能要等2個小時吧 估計 或3個小時後 You never know 17歐是現場 真的大腿一個月前 就要現場前會好票 越大水很明顯 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只要你未滿18 或是你是未滿26歲 有歐盟國籍的人 你出事證監 就可以免費進去羅浮宮 只要15-17歐會反響 在家庭前去吃法國米奇的特地 你吃的是回憶 你吃的是體驗 記得順便日月到晚 懂歷史才當代慢慢執行 也才看懂有深度的藝術 第二可能是 每年每個月第一個禮拜 晚上6點後 免費開放給所有人 無限國籍 無限種族 只要你是人 你是地球人 你就可能免費進去 但是7月8月出外 7月8月是女房記 所以7月8月不是免費 7月5萬看什麼 有2到3小時可以看三報 我讓你稍微一下 聖靈女神 之後我順利正去羅浮宮 但是會請一邊想起這三報一次 接下來我坐地鐵 每次坐的是什麼 去看 凱旋門 走吧走吧 好 哈囉 我們終於到了凱旋門 我怎麼又想哭呢 好感動 你們知道採用的電影 是Kindle Reef的名言 在第三部影片 有一個搶段線凱旋門 他都很超刺激的 你的親眼看得到電影拍攝的場景 真的有生物奇蹟的拍攝 你們知道 我們可以上凱旋門 你有沒有看風景嗎 我從來不知道 不知道 現在跟我們要知道 門票是3號 這時候我們就直接寫到牌 難得來巴黎還是必須扶寬 不然都會刺激嗎 我自己震撼一下 但依然推薦間線上買號 因為我朋友排超長才買到票 他買票去跟入場的趨勢分開 買票還要再排隊 你說的東西要過X廣場 你還能秀票進場 精采的來了 你不要以為可以搭電梯 直打頂樓喔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你要爬一圈 又一圈 一圈又一圈 一圈又再一圈 真的是幸好我今天沒穿高跟鞋 我原本打算這樣穿高跟鞋 想說人生在浪漫國家 必須穿高跟鞋 也要穿高跟鞋 走得很高跟鞋 這次幸好沒有耶 如果你們買巴黎 你會要有一些行程式 穿高跟鞋 走這些 有樓梯的景點 放了間鞋很多 計程一下 幸好最後的結果 是不服裝潢巴黎美金 哇 從這邊可以跳往遠處的巴黎鐵塔 推薦大家真的要選 在夕陽的時候上到頂樓 大概是法國時間晚上五六頂樓 很美很值得 看完拍完半小時 後就可以重重的走去曬那河畔 看夕陽的景 超美的 不然現在很快小時喔 今天我們沒進去超恩 我們來到一間日式蛋包飯 這間在巴黎超恩 今天這很好吃的日式蛋包飯 是真的很日本統領的 半熟蛋包飯 要不要吃來聊過癮的 而且跟日本那位alright大師 做的一樣厲害 好好奇老闆是他的徒弟 還是法師是老闆徒弟 好好吃喔 好好吃 要吧 好吃到不行 但是就是噴鹹一點 超好吃 你在二房 老闆人很好很可愛 會跟你互動 整間店的設計 也是超可愛的 迷念華 好可愛喔 超愛皇上 好想一次買走 店內所有的皇帝 所有的皇帝 跟他大推幾點 oh mys 快截圖 吃飽喝足後 一天來場今天的狀態 搭船遊樂 我們從烏龜去做faring 搭船觀賞 夜晚的辦櫃鐵塔 每到整點 鐵塔就會三整發窩 像夜晚的巨蛋行動山一樣這樣 照亮巴黎 每一個人行 我們是當下要過去的路上 趕快在網上買好票 一個人是時候 今天一樣可以做到路上 這樣隨時就可以燒 上船 因為大家有錢 一定要跟你們幫我坐船 吃煮光碗餐 浪漫是直接爆料 現在要上客船 現在要遊船 給大家看 要上去搭船遊船了 看看 接下來就好好欣賞 一路上會見過非常多的滋滅層 可以 也算是不明的管制 往往做做的 會 這間店都生了 很快 大家要來 渡滅館 渡滅館 渡滅館太美了吧 那裡是生母院 喔 生母院 我生母院 生母院 你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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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 你什麼意思 我沒有 你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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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I think it's good 真的推薦你 花個14歐 就可以看到這個角度超大的平塔 要多美 又多美 要多近 畢竟巴黎雖然很爛 但晚上的巴黎的地鐵是最常發生槍解案的地方 之後我坐FreeNow的家 最好還是花點錢 搭建車安全到飯店 最後我們來看看在巴黎 一天花多少錢 差不多差不多 這大概是在旅遊勝地不花的家 普遍做法國的人都會自己在家住 比較少 尤其疫情後通過膨脹 餐廳食物漲價 外食的話很快 會有幫助鎖水 好啊 可使逼呢 如果想看到我之後出的新影片 請追蹤按讚按鈴 這樣YouTube就推送給你我新影片喔 掰掰 好 龍魚館 龍魚館 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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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蛤蛤蛤 蛤蛤蛤蛤 蛤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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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